国会在野党议员选区拨款课题迟迟没有定案 负责谈判的副首相拿督斯利·法迪拉指出 在野党到现在都还没有针对选区拨款 谅解备忘录草案回应政府 国盟党边拿督斯利·达基尤丁早前证实 已经收到草案 国盟内部近期就会讨论 同时也需要提交给国盟主席丹斯利·慕尤丁 和其他几名领袖决定 不过法迪拉今天证实 对方没有回应 还要求记者要知道任何进展的话 就去问在野党 首相拿督斯利·安华早前强调 草案设下的条件符合民主程序 选区拨款不应该是复杂的问题 你怎么办呢